欢迎收看东京走的桥,我是维恩 今天要带大家在三重县的松板市进行二日游 松板市会在日本中部地区的三重县 从明古屋过来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 从京都大阪过来也只要两小时左右 特产是日本三大和牛的松板牛 但这次除了松板牛之外 我也带大家看看 富有历史以及文化的松板市 第一站先来豪商的城市松板观光交流中心 透过影片简单的了解 松板如何在江户时代被称为豪商的城市而繁荣着 我们的第一个行程来到了松板市的观光中心 然后刚刚看了一些介绍影片 然后现在逛一下这边的算是纪念品店 然后等等应该就要去换和服啰 这个松板牛的摊子很可爱 好想买回去盖在沙巴上 感觉是不是有点油腻 油花过多 这应该是那个吧 暖手的那个 插手的 它是那个松板牛的双酱 然后把手插在里面 是吗 抱枕啦 抱枕 油花的抱枕 蛮可爱的 这边有蛮多松板木棉的制品 它的棉很柔软 很舒服喔 这边的观光中心有那个松板市时候的比较知名的观光景点 然后还有相对的位置图 还蛮方便的 由于松板木棉流传已久 更是松板当地的一大特色 这次两天的行程 都会穿上松板木棉的和服来体验喔 也换完和服啰 应该是我第一次穿到这么正式的和服 之前有穿过两次但都是浴衣 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它的这个鞋子啊 就是不是那种高的 所以我觉得相较之下算是比较好走一点 好经过大概四五十分钟 我们的和服穿好咯 耶 我们已经换好和服咯 然后我们刚刚是坐那个保姆车 现在第一站呢 来到旧长谷川智郎兵卫家 长谷川家是松板的豪商之一 从1675年在江户创业后 经营了五家木棉批发商 我刚刚穿和服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我刚刚穿和服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就是它是没有包含头发的 但是如果你需要用头发的话 就是另外要跟它提出要求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教一些穿和服时的一些小技巧 就譬如说像这个手拿包就是要就是放在下面 或者是放在旁边 然后你不要这样子提着 因为提着这边的话 你就会挡到它这个前面这边 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是你走路的时候 不要微微的小小的 女生要小小的内巴这样 好这样小步小步的走 对 完了跟你的个性完全不搭 对然后呢不可以笑太大声 然后也不可以就是露太多 你知道牙齿之类的 对就是要这样 端庄典雅的感觉 好那我们刚刚在庭院里走走逛逛拍白照之后呢 现在呢要到里面去体验喝抹茶了喔 现在要来喝抹茶 然后呢首先这个红碗的方式就是一只手在下面 然后另外一只手在侧面 然后手不要压到那个碗的边缘 然后开始直接喝 抹茶 他刚刚是有说先叫你先吃那个啦 甜点 再喝 好吧那我错了 我先吃甜点 go 你有穿着和服然后在这种日式庭园茶室里面喝茶的经验吗 没有 呵呵 你如果看到现在的画面你会觉得你是japanese 超酷的 像最终饼那种吧 对 外面脆脆的饼干 然后里面应该就是红豆馅 好 吃吧 嗯 不是红豆馅 那应该是别的有一些是另外一种红豆 我之前去采访有看过 就是像最终饼一样的感觉 我们来配一口茶 我们逛完旧传古川自然冰味家之后 等一下要前往下一个地方咯 刚刚我们有搬一个千两箱 这边有一个更大的万两 小金家1653年开始在江户贩卖盒纸 同样也是松板的豪商家之一 直到今天在东京也可以找到小金盒纸商店 好 我们今天最后一站来到了圆田二郎的旧宅 圆田二郎出生于1849年是有名的实业家 曾经进入财务省也当过银行的行长 设立了圆田基善会 以各种形式帮助日本的社会事业 我现在换完刚刚穿的那个和服了 因为今天的那个拍照的体验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就要回饭店check in 然后吃晚餐啦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吃吃看这个 算是松板这边还蛮特别的全素的料理 刚刚主厨有跟我们介绍了一下 那我们都知道松板这边是以松板牛做名的嘛 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推广一些当地的食材 不只是松板牛 然后希望增加一些不同的鸡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有这个是素的寿喜烧锅 然后刚刚也有素的炸天丼 那它包含到面衣呢也没有加鸡蛋 然后另外刚刚也有素的咖喱 以及意大利面 那我们今天就来吃吃看吧 我觉得这次四道料理都不错吃 当然素食会偏清淡 不过像咖喱、寿喜烧口味都比较重 所以还是蛮刺激食欲的 不特别说的话也不太会注意到是全素食 对素食的人来说很有善 最后我拿了那个松板牛的吉斯基 然后跟一些简单的早餐 然后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松板牛的吉斯基 吉斯基就是一种类似咖喱的 但不完全不断 就像牛肉的炖卷 还不错 早餐吃这个很 不太蠻特别 好 我吃到它那个牛肉炖的还蛮软爛的 还蛮好吃的 还蛮好吃的 嗨大家早 好 那我们早上吃完饭店早餐之后呢 第一站来到的就是松板市旁边的观光案内所 也就是游客中心啦 然后它就在松板站旁边走路大概一分钟的地方 那这里呢就是有提供各种观光的资讯 然后包含你可以寄放你的行李 然后甚至呢它们还有提供脚踏车出租的服务 然后就可以骑着这个脚踏车在松板市内游览咯 然后这边有提供那个行李机放 一个的话是500元 然后另外刚刚讲的租 就是脚踏车普通的或电动的分别是400或500元 然后可以用四个小时 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二站 然后我们穿完和服了 这家和服店叫做伍兹克西亚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和服 然后这里呢就是所有的和服 还有配色、配件 包含鞋子、袜子 都可以自己挑选你喜欢的款式 好换好今天的那个不一样的和服 今天好像是更加传统 所以它下面有加了一个像 呃...也不能说围裙啦 我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 但就是一个像裙子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的装扮特就好 我们今天的下一站呢 来到了Matsusaka的Cotton Center 应该是要来体验首支 那个这边很有名的松板木棉的布 松板木棉是松板的传统工艺 从江户时代就有了 将木棉的线以天然的蓝草染好后 织成漂亮的条纹状 我觉得很难 因为呢我是一个手脚应用的人 但是如果一般人一般的话 如果就是练长在做手工的话 应该很容易 然后其实步骤不难 但是呢你是要手记一下 那个稍微记一下 就是左右左右左右 然后拉拉拉 拉这个感受 示范一次 给大家看 好 我们的成品完成啦 好 是有点歪七扭八 但是 我觉得自己手做的还是 感觉蛮好 这是一个那个松板木棉制的杯垫 我们要来吃中餐咯 哇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也是超日式的 我们今天这个中文的餐厅叫做香声亭 然后它这个包厢啊还蛮古雅典雅的 我们中餐的牛排洞 松板牛排洞 我觉得你一定吃不完 超大块 松板牛与神户牛和浸江牛并列是日本的三大和牛之一 吃起来油花很均匀 肉质很柔嫩 也不会有过油的感觉 配上酱汁等等超下饭的 而且他们都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哦 育成范乌夫建于江湖时代末期 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武家乌夫 也就是过去武士居住的地方 因为保存的很完整 连电影神剑闯江湖真人版也在此取景 从这里走路三分钟就可以抵达松板城基 好我们现在正式来到了松板城 松板城建于1588年 虽然现存只有城墙的遗迹 但还是看得出当年的雄伟 松板城基这里啊 虽然没有松板城本身 但是呢 它还是有一些遗落的城墙 然后呢 在这个二楼这边比较高的平台 可以俯瞰整个松板市 我觉得在这边看松板市的风景真的还蛮不错的 好我们在松板的行程来到最后一站 好我们来到商店街的一家店 要来体验那个煎茶 这家店叫做茶仲 茶珠 然后已经从1863年就开业了 好我们进去吧 这里有贩卖各式各样的日本茶叶 以及许多根茶相关的产品 有点抹茶加火机茶的感觉 老板说是他自己混的日本茶 高品格的日本茶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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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体验用手揉绿茶 在过程中可以释放出茶叶的香气 也可以帮助茶叶塑形 接下来体验的是煎茶 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烘焙煎烤这个茶叶 因为呢刚刚说可以让这个茶叶变得更加的干燥 到剩下3%的水分之外呢 也可以让它的保存期限变长 然后因为那个里面有个洞 就是拿来让你装茶的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把茶叶装进去 好我们现在要来试火机茶就是烘焙茶叶 所谓的茶的那个比较像嗝的地方 然后老板说是比较容易嚼掉 所以要赶快给它翻面 培茶烘烤过后咖啡因较低 香气也更加浓郁 它虽然那个味道闻起来很容易 但喝起来其实并不愉快 哇老板非常的Generous 给我们超漂亮的包装的茶盒可以选 我还没有选好我要哪一个 迪士尼 迷迷 迷迷 没有版权啊不要乱用 那你觉得哪一个好看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适合 这个 超适合 然后那我应该会选这个 有蔬菜水果 旁边还有鱼 旁边还有鱼 漫游我的风格了 耶 以上就是本次的松板二日游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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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